今天买点猪板油 家人们因为家里的猪油吃完了 我买点回去熬猪油 八块钱一斤 我看这一块是多少啊 这一块两斤多一点 十八块钱 这个平时炒个饭呢 炒个面炒个蔬菜什么的 放点猪油那自然是极好的 回家用热水把它冲洗干净 然后刀一刀 我喜欢刀成这个小方块 然后起锅加一碗水 把这个猪油块都倒到锅里面 好猪油的话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咱们就是一直让它在锅里面煮 然后时不时用锅铲把它翻几下 让它收热均匀一些 等水这个煮干了 它自然就出油了 那那那那 已经开始出油了 等锅里油出的多一点 咱们去加点盐 这个是为了延长这个猪油的保存期限 不用加难得 今天又是难得休息的一天 不需要不需要 现在这个出油量已经很多了 它已经没过这个猪板油了 我先把它省一些起来 这个一边熬我就一边省 我觉得这个猪油就不会熬老了 慢慢的熬慢慢的省 你们看你们看 我已经省了这么多猪油起来了 剩下来就让它继续熬 等这个猪板油熬的黄不溜秋 黄不拉结黄皮寡寿黄缺在后 黄刀吉肉黄袍加深 变成猪油渣之后 咱们就把它省起来 接下来就方便的就直接端起这个锅 把剩下的猪油倒到这个碗里面 咱们慢一点倒 慢一点倒 因为锅底会有一点渣 这个渣渣我就不要了 不要了 这就算是完成了 我得到了一缸子猪油 等它晾干就可以了 我再来看看这个猪油渣 这个闻着可太香了呀 来尝一口尝一口 鸡肉味嘎嘣脆 一个字好吃 然后几个小时之后 这个猪油就晾干了 我这个猪油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 以前我熬的都很平整 今天怎么皱皱巴巴 麻麻来来 一点都不圆润 哎呦 有没有懂一点的家人们 我今天是哪一步出错的呢 啊